中文字幕提供 家居藥品向來都是內地遊客 來香港的必買手信 近日星島申訴王接到布料說 由尖旺一帶藥房 湧現了大量的影射藥品 透過模仿大牌子的商標 和包裝如木棍珠 究竟是否真的騙到人 馬上看看 知道誰是原裝淨火嗎 你認真看一看 我選這個 我們三個都選這個 為什麼要選這個 喇叭排靜路遠 這個好像喇叭 這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就是那種 因為這邊是兩面不一樣的 好 感覺上這個是正貨 感覺上這個是正貨 大肯定 其實這也很難變的 但我覺得是這個 個個都空有成竹的款 可惜大家都炒了車 真相是兩支都是影射藥 其實這幾個都不是正貨 正貨是這樣的 對 對 對 這個喇叭這個 比較像一樣的 好嗎 如果說 你不跟我說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買 我們街頭實測就發現 無論是遊客 還是香港人 都搞不清影射藥 聖島申訴王 就連日巡視 由尖望一帶的藥房 也發現 有商戶把影射藥品 當正貨賣 是 那些是一盒 一盒一盒 有四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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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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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盒是幾盒 不一樣 不同 這兩盒都不同 不是 有什麼不同 不是 對 五盒子 沒有 這麼貴低 沒見過這些 打包牌 打包牌 對 看真點 魔鬼暗藏細節 包裝上 既沒有正貨的衛生署註冊編號 也沒有喇叭牌三隻字 我們還發現 單單喇叭牌 就有四個不同牌子的影射藥 包括 放射期間 就有好心的藥房店員提醒我們 喇叭牌已經斷貨了好幾個月 總之 有一包牌真的 就一定沒有了 你買到你都害怕 我跟他說 沒有了很久 即是現在香港市面買的都是 假的 不用想的了 有就發達了 連萬龍一神燒 大家都知道 都沒有在哪裡找 有行內人就跟我們透露 這類影射藥又叫B貨 市面上游幾十元的雙非人藥水 演學衛散 泰和洞九級園 以至幾百元的安宮牛皇園都有B貨 B貨因為來貨價比正貨平一折 以正路園為例 B貨來貨價只是二十五至三十元 零售價就可以買到六十元一支 賣B貨的利潤隨時多成倍的 喇叭牌正路園總代理也說 留意到市面缺貨的情況 現在預計日本新產商最快要到六月 才會再有新貨到港 星島新訴王也就影射藥品投訴 向海關查詢 海關就說影射產品容易令消費者混淆 但並不是務牌貨品 不過商戶如果在銷售過程中 以影射產品當正牌貨品就屬於違法 海關一直設有快速行動隊 處理短期留港旅客的緊急投訴 並且會在五日王今週期間 加強巡查和執法 嚴厲打擊不良營商